松树高压繁殖 黄缝后什么时候可以套背 这个很难用具体的时间去结底 高压套背的时间 要依据黄缝口预合形成的状况 松树重要的环境不同 预合的时间也会不同 这个是今天3月份进行黄缝的 要像这样 不产生溜胶 黄缝口的预合组织堆积就可以套背 套背前要把残留物挂干净 松树高压繁殖为什么要晾 主要是晾干塑胶 松树硫胶非对树根的生长产生影响 同时在晾的过程中 预合组织更容易形成 黄缝口形成的预合组织具有再生能力 能够补缺植物生长中缺少的部分组织 像树根 预合组织堆积越锋芒 生根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把它刮干净 光滑不联手 这样生根才会快 高压缓制的成功力 取决于黄缝口是否干净 黄缝不仅仅是剥掉树皮 形成成一定要刮干净 尤其是松树高压 这个高压口就是没有剥干净 形成了新的皮层 有皮层连接 能向高压部分提根充足的养分 这样不会刺激预合口斩根 遇到高压后几个月不斩根的 多找找这个原因 选择中缩掉小盆 干粗一点的盆可以大也好 松树高压底部的排水一定要好 不能产生积水 对盆要固定 在斩根的过程中盆左右摇晃会把根拉断 松树高压要用净土 而且透气性要好 这里用的是粗沙 把质料填入后不要留有空隙 水能从底口流出 把晶苔铺在盆面上 有很好的保湿效果 再用收量膜把盆口盖住 加强它的保湿 膜中间要开个小洞 起到透气和补水的作用 这个高压用的是风发盐 风发盐非白色的不要用 那样的土含有碱性 不利于根细的生长 两个高压采用不同的资料 楼梯们认为哪个生根块 松树高压用不同资料试验对比 请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见解 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 使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视频 松树高压繁殖与杂木不同 松树一定要亮 杂木缓博后就可以直接套背 这个渔数是5月份高压的 树根已经完就形成 等树根转为生 这就可以把它裁下来 松树高压繁殖 最好是选择一个合适的造型 像这颗高压点 选择的是毒钢 松树一本捉钢 在自然状态下是比较难得到的 利用高压繁殖可以轻生获取 松树的高压繁殖 最好在3至6月份 要选择生长健壮的树 这个时候的松树 进入生长的弯生期 树叶流动加快 在黄泊前要做适当的纠结 像这样把牙头剪掉 或裁掉部分不需要的质干 这样可以减少它的消耗 维持黄泊后 木质部分筋的输送平衡 这样基本不会对高压部分生长产生影响